大家好,我是小林 小伙伴们注意了 普丁丁这个破玩意是不行的 俄军全面他方 溃败 就在眼前最新消息 普丁丁在金砖峰会上面 接受媒体采访 就马上就被这个聪明的西方媒体捕捉到了 他一个小眼神 还有一个小信息 就看到他不行了 怎么不行 我等一下告诉大家 连这个美国国防部门情报部门全部跟进了 俄罗斯全面溃败 全面溃败 刚刚开始 就也是关于这个什么朝鲜军队进去 有一些最新的状况 包括乌克兰战场的一些最新状况 我们一起抽在一起 给大家报道一下 做出全面的分析 另外一头 除了俄罗斯大溃败以外 中国这边也不行了 这个习近平楼塌了 就那个 赖神赖清德 赖清德总统 就是去金门 而且这个最新的表态 现在我一看 对这个台湾里面的政局 还有对这个整个地缘政治 天翻地覆的影响 干得漂亮 这个赖清德再次有重磅 强招出猛招出击 与此同时呢 这个南海这边 也是出状况 就是这个中国 被这个全方面围堵 越南 菲律宾 你看现在印尼也出来了 把中国 碰出南海 踢出南海 赶出南海 怎么回事呢 我们也是等一下 告诉大家 一起分析 所以几个事情 你看台海 南海 再到乌克兰 三个方面都有巨变即将发生 我们一个个来分析一下 那先说这个普丁丁这个事情 那就有点意思 这个普丁丁 美国之音也报道了 他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 那专门就有媒体就说到 你看这个朝鲜军队是不是拍过去呢 怎么回事 就问到了这个问题 结果普丁丁这个玩意呢 他怎么说呢 他就不否认 他没有进行否认 他说有这个外媒报道啊 你这个有三千人 有有 已经进入了俄罗斯啊 有一万多人正在准备进去啊 是不是有这样的回事啊 就看着普丁丁肯定还是否定啊 那这里面的透露出来极强的信息 结果什么呢 结果这个普丁丁呢 他是不否认 而且他就说了 他就没有否认啊 这个这个事情也没说是假的啊 就不提 但是他说呢 朝鲜军队如何部署啊 由莫斯科决定啊 包括派遣他们到乌克兰签线作战啊 这个事情就就这样出来了 但是这样一说呢 就露线了 就普丁丁的真实水平其实就露线出来 为什么呢 就如何解读他这句话啊 我就告诉大家 证明一个普丁丁现在他是迫切需要打鸡血打鸡血啊 你看这就确实前线吃紧呢 你想如果我们都看到这个事情确实引起了国际关注 可能那个北约也下场了 到时候这个法国借着这个机会也下场了 那俄罗斯吃不了兜子走啊 所以现在他就顾不了那么多了 连这个否定他不敢否定 为什么呢 他这个消息他不单止是要给外面啊 你这个吓唬吓唬西方你看朝鲜军队进来了啊 另外一个呢 也是给他自己的军队打打鸡血 你看哎呦有这个是吧 这个跨过亚禄亚禄江啊 以前是哎 现在是叫做抗抗什么抗乌援俄啊 这是你想哎呦 我以前好歹这个这个朝鲜是吧 那个这个然后这个苏联还有中国这么庞大一个帝国 去支援这个朝鲜的前线的时候就韩战的时候呢 这还比较靠谱 但你现在这么大一个俄罗斯还朝鲜给你援 是不是啊 其实这个本来就就很奇怪啊 大家也要看到这个是不对称啊 一个大这个庞大的势力在后面支持这个朝鲜 你说这这还可以 但你这么大个俄罗斯还朝鲜这个搞过去 其实这就有点穷途末路前驴即穷的意思了 啊 但就 而且他 他现在很迫切需要一个就是给自己打打气 你看就感觉这个东西就就想证明 你看我们还有后方还有支持啊 哪怕这一万人你说能起多少作用 基本上就起不了多少作用 把那个具体文等一下说那个人家这个乌克兰都说了 给点饭吃 你看他的这些脱北者到时候枪头瞄准谁还不好说呢 这脱北者这个也知道啊 他这么多年朝鲜这么多脱北者 他们不知道西方好 是啊 他去到时候搞不好啊 这朝鲜一万多个兵啊到时候掉转枪头就加入武军 直接就干领俄罗斯 他不知道美国好的 他不知道他怎么脱脱北者要这么大的中国 从中国要到蒙古 从中国要到东南亚 然后再去韩国 是不是啊 他都知道 是吧 连韩国的外交 不是朝鲜的那些外交官呢 他都溜到韩国去 是不是啊 这么多年的不是一两年吗 从韩战之后 这么多年都是这么拖北过来的 你说里面人不知道是不可能 我告诉大家 是吧 所以这个就不靠谱 但是他还是要抓着这个最后的救命稻草 而且我告诉大家 也证明这个朝鲜给予俄罗斯的这个军队啊 预计是相当有限 为什么就从他这句话 我们就可以读出来这个信息啊 如果朝鲜哇 有几十万啊 这个这上百万军队陆陆陆续续送过去 不得了了 很多很多 那他应该保持低调 你想就是这样 嘿 你到街上面 你看那个 越是有权力 越是有power的人呢 他学说话 他越是慢条私理 他越是游远有余 你看 往往你看这个战狼也是这样的 那底下的狗 狗溜出来咬人 放狗啊 这个咬人 是不是啊 那黑社会大哥 你看那黑帮批的电影 都是底下的马仔先 先轰人 你看那个大哥都是躺在那看 你看你们怎么怎么弄 是不是啊 大哥都是拍板的 是不是啊 你看这个世界上 这邪恶势力也是这样 越是强大的邪恶势力 他越是不表态 凡是你看说的最狠的 那些什么哈马斯啊 什么什么真主党啊 这个把以色列从地球上抹 地图上抹去 是吧 这些玩意 你看他说话最狠 反而我们不得不说 在邪恶势力里面 中国他是相对相对比较有底子的 我们都知道了 是吧 然后这个中国你看这个他整天会装 是不是 越是有有底气的 其实他越装 那以前俄罗斯也挺装的 是吧 我们也有民主的 我们也选举了 只是恶人转而已 啊 到现在为止 他他不得不架着上去 这个是没人 如果这个朝鲜军队还源源不断的话呢 他更多的他会否认 他直接否认 然后要闷声发大财 到他 他 就想用这个东西来压 恐吓西方 还有这个给自己的军队打打气的时候呢 证明他没有其他招了 或者说这个朝鲜可能就这几千人了 朝鲜也是给你夜色夜色 因为给多了朝鲜这边 他金家也怕那个那个韩国打过来啊 说句话 听的其实对金家来讲啊 最忠诚的队伍 我预计是不超过十万的 就对金家忠诚的党卫军 我说了底下那些给他口饭吃 他就倒戈了 所以朝鲜他心里面是慌的 朝鲜是给不了太多 其实这个东西就是什么 我说的漏线 普丁丁究竟有多少东西 一看的那个漏线 其实也本来就注定了 那现在这个普丁丁他抓着这个救命稻草 我们就可以看出来 他就这几千个兵 一万个都没有 也就拿出来 就摇旗呐喊一下 所以之后我们可以预计到 这个俄罗斯他会更大范围的溃败 这几千个人过来打打鸡血 那到时候这个是没有什么效果 连俄军自己都慌了 如果他真真行 他就不用这朝鲜军过来了 朝鲜军过来 但是朝鲜军只能给几千个人 也就后续如果没有源源不断的补充的话 那他本来就就腿软了 是吧 那我们也看得出来 你比如美国 你看美国人家是真有底气的 美国马上跳出来 这个这个是国家安全部会议发言人科比 你看马上他是怎么说话的 美方警告 你看人家黑真大哥 我不说黑啊 人家真是大哥 人家点一句就行了 你看到那越是盲的 越是瞒的 其实他是没底气 那为什么他看到这文 有的人觉得文明国家说话呢 老是老是就就可能就觉得思思文文的 或者人家有底气 不用这么着急 你看美方就一句话 朝鲜军人如果出现在乌克兰这个战场上面 基辅当局可将其视为正当的军事目标 人家就只有一句文咒咒的 可你直接就正当的军事目标把它灭了就行 也就证明美国这边是门亲 究竟朝鲜有多少东西 你以为美国不知道吗 作为乌克兰 当然他作为第一线啊 他是比较紧张啊 啊我们可以理解是不是啊 毕竟是他在他他在前线嘛 但对于乌克兰也好 还有韩国我们看到他们抓着这个 你也可以讲从政治这种运作里面 这是个机会 你看你参与了啊 是不是啊这个世界大战呢不得了啊 从性质上面相当恶劣了啊 然后乌克兰也可以顺势的得到西方更多的资源 是吧 韩国也可以趁这个机会 把朝鲜这个问题亮到全世界那里搞 所以这这一运作啊 那个他朝鲜就有点慌朝鲜是否认了的 朝鲜是公开出来否认说这个这个荒谬 然后普丁丁不敢否认 所以因为朝鲜是可以跳船的 朝鲜就否认然后这之后不给啊 看着这个势头不对了 韩国也下来了 乌克兰也下 全世界也下来到时候就这制裁可能要加剧 那更更更更吃不了兜就走了 但是普丁丁他现在在打 普丁丁要输了 所以是为什么我们看到朝鲜的猛烈的否认 但是俄罗斯普丁丁他下不来台 那我们就就很明显的看出来 所以普丁丁这个虽然看上去你觉得很野蛮 其实他是穷途末路 我说了越是大哥越不用 哇像个疯狗一样去咬不用的 都是都是底下的马仔去吵架 大哥只是拍板的 是不是啊 吵架这种事情都是 你看中国这个外交部 是不是啊 那都是那底下低级的那些发言人 负责咬人 以前那个被被碰到那个边家 那个赵立坚 是不是啊 还有这些什么发配到这个柬埔寨的 那个什么汪文斌的破文业 是不是啊 都都发发配一个东南亚去 是不是啊 有本事真有背景就发配加拿大 所以你体制内不知道吗 我发到美国发这个 这个东西都很明显啊 所以说就不好听的 就在北京当外交部都好过去柬埔寨 这个东西都很明显啊 所以就都是底下没背景的 这个你看你以前赵立坚就是没背景 他咬的最最最厉害 是不是啊 越是有有底气他越是不急 啊 就或者说他越不会扮演这种角色 包括包括习近平是吧 习近平那习近平算是最low的了啊 中共领导人那以前包括习近涛啊 人家老前辈没像习近平这这么这么跳脚的啊 习近平算最差的了啊 但习近平也不会只扮演这个真正去吵架的这个角色啊 这是一个社会运作的机制嘛 所以我们就就就看主要是看出来普丁丁的下降的很厉害的 而且这个乌克兰我们看到乌克兰已经公布了啊 这个朝鲜的军队已经到达库尔斯克 可见我说了乌克兰对于前方的情报非常了解 他的情报非常通畅 同时这个德国啊 德国也有跳出来啊 就把那个造建朝鲜临时代办 你如果支持俄罗斯对整个德国还有欧洲的和平安全造成威胁 我们不会我们会动手的就这样一个人家真真有底气的 我说人家就放下一句话就行了不用整了 有的没的啊 我这造建你你这个东西威胁到欧洲和平也就你你搞的你多一个欧洲的敌人 你自己看的办 你这样压一下呢 朝鲜这次也就是几千人 我可以告诉大家这后续他就没有 但作为性质相当恶劣 我相信国际社会也加大猛烈对他的制裁 所以这个牌算是打收了啊 就就打臭了啊 就这个牌一打出来就没打好 就没打好 就是这个这个朝鲜牌算是 普丁丁一个最后这张牌把这张牌一打 然后也没没想啊 就就打了个闷闷闷声啊 呀呀呀呀炮是吧 所以就就这样啊 所以就我们看到现在这个情况 那后续他会加速崩溃 他会加速崩溃啊 我们看到 而且从股票市场我们也看出来 这俄罗斯的股市加速下跌 这金砖峰会越开越跌 你就看出来啊 金砖峰会真有东西 他就涨起来了 他这你看越开越跌 为什么啊 与此同时我们说一下这个赖清德啊 赖清德这边是有有意思的 赖清德周五美国之音报道 赴金门纪念古临头大劫75周年啊 是否会再发出重要宣誓引人关注的 我就相信会 我相信会 但就这个动作 我一看在结合一直以来 这个赖清德上台以来这个动作 我们看到赖清德非常清晰 非常清晰 而且我觉得他做得非常漂亮 为什么 这这代表什么 当然第一个 这古临头大劫这个金门大劫啊 金门保卫战当然就显示出来 你中国共产党打了败仗 你这么这么大一个大陆 是不是啊 拥有这么多资源 你看你中国大陆当时百废戴心说就不好听的 这么大一个大陆就取不下一个金门 我都不说本土本岛 所以我一直我是非常藐视中国共产党的 这个武统台湾的能力 我再强调一次 我们不低估独裁体制的邪恶 但是不要太高估他的能力 因为独裁他往往他会犯错 你包括的普丁丁的说话 就没人制约他怎么说话 然后他说话经常会漏风 所以独裁者说话 只要这公开不是没这个央媒审查的 他通常都会漏风 你这个包子一出去他就漏风 是吧 所以就 他去到G20连那个转转椅他都不会用 你就会发现哇 这文业简直是 是吧 他这个资商低迫 低的有多低 他连那个椅子 他都没没没法坐坐稳 那个当时在德国不是吗 转转椅都没法转 够呛这个文艺啊 可能这真的 真的已经到了智障的地步 说就把听的 啊然后这个啊 也啊这个 赖辛德这边啊 他这这次很明显跟之前这个双十国庆呢 他一脉相承 而且现在很明显 台湾首先把国内稳住 一个那民众党现在现在彻底完蛋啊 那柯文哲已经已经被逮捕 是啊 那这个呢 这个说不了其他人 啊就打铁还去自身印你民众党 你柯文哲自己贪污腐败 怪不了谁 是不是啊 你自己没有运作好 你你自己还确实贪污腐败了 是不是啊 那那反正现在结果就是 扫尽历史垃圾堆 民众党基本上就完蛋 是不是啊 然后因为仰外必先安慰嘛 确实台湾也是这样 如果台湾里面被渗透这个成塞子了 或者说台湾里面乱了 那确实是那是最大的危险 先不先不说 然后这个 现在赖清德很明显的 他是要折击国民党 这这什么什么 台湾很多这个无良媒体啊 什么中天新闻 是吧 我这我都听说了 那现在整整天的跟中国CCTV是一个 一个一条裤子的 给台湾人 吓唬台湾人 或者搞三搞四是吧 然后这个 国民党将会在一轮操作里面啊 现在赖清德就是瞄准 其实就把国民党给干干掉 国民党里面有一些就是 或者我说的深蓝的啊 也对现在国民党这个投降主义不满 你或者说有要点脸的 我说就不好听了 台湾人要点脸 我不管你绿的还是蓝的 要脸要不要脸 要脸的就是你看赖清德要 这个给予台湾人真正的至尊 你看我们103岁 所以你75岁啊 再到现在古临头大劫这个事情拿出来说 都是什么长自己 人要长有至尊有尊严嘛 是不是啊 跟着赖清德就是长脸啊 就这么简单啊 就人起码要脸呢 脸都不要 那那个不是人呢 是不是啊 所以这个就是 那确实你说那个哪个台 拿着台湾护照的甘心 什么啊 那以前哪怕是马英九这个破玩意 马英九这个破玩意 他也说了一个也曾经说过啊 应该啊 一个中国是中华民国 就做你每一个人归根到底他都要脸的嘛 所以你你现在是国民党韩国瑜这些破玩意 你说这怎么搞啊 跟着他 中国也没签赚啊 是不是啊 所以这个赖清德也是有点 你可以讲他就打 这个有点的把把这个国民党搞定的意思 也可以说这是弥合台湾蓝绿之间 你看找蓝绿的共通点 把台湾团结起来啊 对吧 那你我们的这样正面理解可能更好 就团结蓝绿 然后对抗中国共产党 说是大家能够取得最大公约数的最大共识啊 说是解决这个问题 所以我觉得他做起做了这个做这个起来非常棒 而且也是给大陆明确的信号 你不要搞台湾 你不要搞明确给他明确信号 你不要有非分之想 你中国大陆 台湾不你不要惹台湾 五十年代你你都惹不了 你拿下一个金门你也拿不了 是不是啊 不要说本岛了 那到现在你拿得了吗 现在你看台湾全世界有个这这么多军事 这么多支持啊 确实我们看到啊 欧盟又跳出来了啊 就是设设台这个联合国2758号决议 欧盟的高级官员啊 这个叫就业和社会权利这个专员啊 已经是明确表态的高级官员先表态 欧盟绝对支持台湾 在2758号决议这个破完页上面啊 所以这整个形势都都是很明确的 现在啊 除此之外啊 提一下啊 还有一个就是印尼啊 这个这个就整个地缘政治 现在这个情况啊 地缘政治里面这个印尼 印尼公开表示24号 你看就昨天就发的新闻 印度尼西亚政府明确表示 就是最近几天已经两渡江 中国海警船驱逐出南海 把中国踢出南海 碰出南海 碰出去 是不是啊 把那个那个卷起来 丢 扔出南海 是不是啊 这很明显 现在有没有给面子的中国啊 印度尼西亚也跳起来了啊 现在现在包括印尼 包括菲律宾 中国那那些什么什么极端 现在行不通 根本行不通 南海其实不可能被你中国拿下 南海非常复杂 台湾也有 越南也有 台湾太平岛旁边也也有越南 所以这个非常复杂 怎么可能呢 就国际海域大家航行一下 就算了 中国那个癩癩蛤蟆 这个吃 想吃天啊 又把整个南海拿下 有可能吗 是吧 他也没了本事 他也没了能力 是吧 就天天做梦 包括这细胞子 这个小学生 天天做梦 中国梦 是吧 这个伟大复兴 这个破玩意 所以我们现在很明显了 几个地方他都搞不进 他全面 所以他最后全面爆雷 那是肉眼可见 我们很快就会看到 因为搞不定 他最后搞不定 他会爆雷嘛 他会泡沫爆破嘛 那先说那么多 觉得不错 打开小铃铛